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超趣旧 昨天跟大家分享了英国的媒体 那应该叫每日快报 如果硬翻的话 我翻译成就每日快报了 它是英国的媒体 那你说它多主流多大 不好说 这个可能给我感触有点像英国的太阳报 就是它比较 它不像BBC那样很传统 它不是 但是现在的环境当中 特别是这种主流媒体 在西方的主流媒体当中 被共产党的思维 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思维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左派 影响很大的 BBC同样是 所以相反 这些被人们称为所谓的 不是最主流的媒体 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这些基础都是人们的观念 那他们相对设立的面就比较广 在现实的环境中 在目前作为新闻媒体 在这些社交媒体的这种冲突 完全冲击的背景之下 他们生存确实是有难度的 像纸张的媒体 基本你就看不到未来 看不到方向 他的衰败的程度超过了 速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 所以这家媒体也是有这个背景了 他们大多都靠网站上的广告来生存 所以很多朋友说 陶哥就跟大家总结了 陶哥那个消息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有些人说是一些假消息 有他分析的成分 他讲述呢 在他的标题上了 确实有他这种 他的立足的角度 那你说他到底有多夸张 或者有人说有这样 有人说那样 我个人觉得 我们都要尊重这种现实 就是现在社交媒体的发达 所以他作为这些大主流媒体来讲 他们有这个确实问题存在 那但是你比如像BBC 我们就说大家认为大媒体 BBC 华尔街邮报 纽约时报 这个 对华尔街邮报 纽约时报 德国之声 美国之音 这是我们看到中文系统当中的 有着官方大的背景的 无论是私人机构来讲 还是政府来讲 都存在 说心里话 太差了 在现在的社交媒体当中 他们已经做的 他们只有淘汰的可能 他们维持着 只有他们自己观点的文章 你比如说纽约时报 他能够维持着 只不过他是左派思想的 那些专栏作家 把它翻译成中文 从英文翻译到中文 就他们的速度来讲 前后差了一天 12个小时肯定有 差一天很正常 差两天 我觉得差不多了 我报出来的新闻 从我们这儿 报出来的新闻 我看到他们 大媒体差到一天半 当然在包括这种社交媒体当中 我个人报的也是相当快的一个 这是没错的 而且数量也在那里 那另外之外呢 几乎那些大媒体就失去了他的生存 所以他们并不靠这些小语种 靠中文 他们要靠自己的英文 那英文呢 他们只能靠自己真正独立专业的东西 你比如说彭博社 他要靠他整个金融的 对吧 彭博社 美国商业电视台 这些靠他们自己独立的东西 华尔街邮报主要是跟这个政府之间的 对不对 华盛顿邮报跟政府之间 所以这些都是有他地区性或者专业性的 来维持他的媒体的 那除此之外就是这样 所以我以为那个消息的本身呢 大家有这个背景 不是我乐意不乐意 你乐意不乐意 不是的 我们尊重这个环境 另外一个就是 所有人说习近平要辞职 太多人留言就是 不能辞职 不能辞职 他不能死在共产党前 我觉得可以 这个我个人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了 其实他的离去与否呢 是命运来的 是命运来的 昨天我提到一个叫民七暗九的说法 这是民间的概念 民间的概念 有了算命的成分 民七暗九 民七就是在他的年龄中建造七 建造七啊 就是灾难 暗九就是年龄中有九的倍数 人们要小心 这是民俗 完全民俗的说法 三十六岁啊 四十五岁啊 人们会遇到一些磨难 这是暗九的说法 明七呢 就是十七 二十七 三十七 建造七 七十七 人们会遇见结束 习近平今年六十七 加上他 我们通常说他是属蛇的 蛇打七寸 他建了七个七 共产党建了暗九 明九暗九合在一块 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一年 今天是二零二零年 九十九 明七明九 明九暗九都凑在一块了 这是合在一起的 我在另外节目中说 我就跟大家说 所以很多朋友说 不能他得共产党完 不能他完了 拴在一起了 我们在我眼睛里看的 我觉得能理解了 就让我个人觉得满欣慰 大家知道中共的邪恶了 这是在其中 那中共的邪恶 这是昨天12号 夜里面出现了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现在是13号 这刚是几个小时之前的 赵盛华 这个人是85年出生的 85年出生 比我们小了很多了 85年出生 现在正当年 三十五六岁 三十六 九三学社 沈阳工学院的教授 沈阳工业大学的应聘教授 工学院跟这个工业大学 大多都是跟军队相关 在美国排除 被美国这个调查 有关签证的问题 也就是军民什么委员会的 里面很多是工学院 北京理工学院 对吧 哈工大 都是明确的军事学院 所以他的背景 沈阳工学院的教授 工业大学的特聘教授 应该同样有了军工的背景 他在微博上发了一 发出了一段话 如何毁灭人类 如何毁灭人类 我昨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不知道国内 叫翻什么 就是这个诺兰的新影片 今年的新影片 我原来看叫天能啊 可能国内翻的不是叫天能 七月份拿出来的影片 排的 我昨天节目说了 他排的呢 像盗墓空间 基本手法差不多 但说句实在话 江郎财尽 诺兰江郎财尽的意思就是 他在生命认知上的 不如盗梦空间排的好 他讲述了时间 但他理解不到时间是个神 但是呢 他去 而描述的本身是一份善良 他的忠心是一份善良 其实说准了 是一份爱 和对生命的珍惜 但是里面确实 是有现在的影响比较大 我个人觉得他要 这个片子拍的 是他的风格 迹象云图 云图很多人不一定能看得懂 但我引用了很多 云图讲了六个的轮回转世 盗墓空间 是太多人都崇尚那个片子 他透过梦境 大概走到第五个 走到终结了 那这个里面 他就讲述了一个 苏联共产党之下 共产主义体制之下 那些求生者 就是 你可以把这个片子 对比成现在的习近平 受了中共 他是受了苏共的影响的一个人 在那种生存的背景之下 堵命的背景之下 堵出来了 所以控制了整个人类 他透过时间轴 他可以用时间倒转的方式 瞬间把人类全都毁灭 人说用时间倒空的方式 把什么都可以毁灭 我们现在用的东西 随着时间都会消失了 对不对 他反着走 他反着走 当跟人的身体 人是顺着时间的 我们一切都顺着时间走的 他可以用他的概念 去把我们现在生活 就是大家我们看到的一切 反向走 那等于反向走 让这个人 比如说这个电视 你我他 与他的过去 在这个时间点相碰撞 那就碎了 过去的永远不能改变 当他过去就过去 但是当他透过他的 就他讲的是科学狂人了 透过他的方式 主要是透过原子的方式 冲撞 所以他讲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是时间战争 自己跟自己战争 一毁掉 整个人类都毁掉 是一种报复的心理 很像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他很像现在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 大概应该可以看到 但是可能看起来会难 因为但他驾驭影片的能力蛮强的 当他时间倒着走的时候 人是往后走的 对不对 人往前跑 他是往后跑的 车是倒着走的 那你思维要倒着 要倒着来的 那个那个才行 所以那诺兰有这个本事 所以他给我体会 他有一种平行空间的本事 但他生命纵向 探讨人的灵魂 没有 但是他讲了一个善 他就这个里面有一个宗旨 就是像蝙蝠侠 蝙蝠侠第二级 就是蝙蝠侠觉悟伤人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正好前后对应了 以前我们在做军事研究的时候 总有一误区 就是认为只有把核弹放在美国本土 才能将美国摧毁 实际上 打几百颗核弹过去 次生灾害将会让全世界毁灭 没有必要把核弹扔过去 要想毁灭世界 实际很容易 跟诺兰那个影片就对应了 这是这个现代 这是当代狂人的说法 这个东西都是完全不能这么干的 就是不能有这种想法 不能有 这是对人类的灭绝性的说法 太平洋 在太平洋引爆核弹头的 这个带有核弹头的核潜艇 巨浪可以超过两千米 它的巨浪说超过两千米 应该是指海啸的高度 大家知道上一次的 在这个圣诞节的日子 印度地震又发 印尼地震又发出来大海啸 给整个东南亚地区带来的伤害 这是有目共睹的 一直延伸到太平洋的那一边 对不起 印度洋那一边 那当时的李连杰 就是在马尔代夫度假 他差点没死了 那一次对他的影响蛮大 李连杰这回又拍片了 那次对他的影响蛮大 他的生命的概念改变了 马尔代夫的度假是非常昂贵的 所以就是有这么个成分在里头 而那个海浪当时的 我忘了现在讲述 高度是有八十米 四十米是八十米 在日本的北部 那一次的这个地震 又发了这个海啸 三十三米高 所以就摧毁了日本的那些核电站 带来的影响 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大家切身经历过 我看过的海啸是一百二十米高 他技术的是一百二十米高 在墨西哥湾地区 在一九一几年 一九一几年大概 那都是几个年前 当时读大学看过那份资料 他可以把几百年上千年 就是两个人核爆的树 完全给清洗掉 而且树皮没了 完全只剩树干 中心的树干 树干被扭曲了 树本身如果有那么大力量扭曲的话 那个力量是人不可想象 这是技术 有历史技术的 那我们讲过说 如果三峡大坝 如果溃坝的话 它的海拔高度可以一百七十米高 对吧 如果你延伸水面到 蒙到了这个重庆的话 那是六百公里长 但它的宽度只有一公里 所以在一个狭小的 巨高的一个水面上 推下来是一个不仅是水墙了 讲述基本类似的 到了一百米 那就已经不得了了 那就无法想象 对不对 你怎么能想象 如果从长江口 从这个崇明岛长江口 冲进来的水 如果有五十米高 如果有一百米高 那个它按照它的 就这么冲进来 那个上海什么就全都没了 那个不可能存在 等你再看到上海滩 可能你分不出来了 就是那些东西都将被冲走 水的力量 远远超过地震的本身 它讲述就是这个 它认为 一艘把太平洋引爆 装满核弹头的核潜艇 可以超过两千米 我们把它当成专家 它是沈阳工业学院的 沈阳工业大学的 所以它有它专家 很多专家是没有人性的 我说句难听话 无神论的人 自然就会泯灭人性 自然的 它的立足点自然的 只有这样的 就是没有人性的人 才会讲出这种话 但这在大陆的很多 所谓受过教育的人的氛围中 这是一种能力 这是一种知识 这是一种推断 当你跟他讲述的时候 你说这东西不算 他说我只是讲个道理 对不对 只是讲个道理 我讲述是一个道理 我说过最简单的例子 朋友之妻不可欺 对不对 朋友之妻不可欺 那是已经下手了 任何的念头 大家朋友在一起吃饭 那七小可能 对吧 大家都带着太太来 嘿 你看见朋友的太太 你就有点 有点那个了 这就是邪恶 你不一定表达出来 很多人朋友 去欣赏朋友的太太 其实是阴邪的心念 那当然现在 我就只是讲这个含义了 就是你心里的含义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能碰的 就像我们说的 朋友之妻不可欺 那是不能碰的 念头不能有的 那是人的道德 那是人的道德 人说 哎呀 我扛不住 我自然就出现了 那就是你的生命境界 就是那东西 这是我说 你就是那东西 不是对错 你要知道 你是那个东西 这个是这么个解释 所以这个东西 是不能碰的 但他可以这么去说 引述这篇文章的人 也是在诅咒他 第二 喜马拉雅山脉 同时引爆 数千个核弹头 可以改变地球的 公转轨道 地球将带着全人类 飘向无边无际的 黑暗宇宙 这基本就瞎说了 对不对 这一条 基本就瞎说了 因为 这是不存在的 中国有多少核弹头 但他的心态 他的命 他的说法 是站在科学角度上说的 对吧 他为什么说 要站在喜马拉雅山上 去引爆数千个核弹头 他没有解释 有可能跟他的地理位置有关 有可能同样跟他的高度有关 对吧 他要在喜马拉雅山山脉 跟他的高度有关 以及跟这个地球的本身的重量跟质量的分配 在当那个高度出现之后 当他出现骤然变动 他是最高的山脉嘛 他出现骤然变动的时候 会使得地球本身现在平衡的概念失去了 因为现在的平衡是要在喜马拉雅山有海拔七千多米八千多米 要在这么高度上平衡了 几千颗核弹头把整个喜马拉雅山山脉给削平了 地球就失去了它在空中的制衡 他讲述其实是他工业 是他自己专业的道理 是一个物质的平衡 能成不成这基本就下掰了 这个生命的邪恶 我讲述的是生命的邪恶 人家说他的问题也是生命的邪恶 四川盆地往下打击一万米 埋下数千个核弹头引爆 激起地心的坍塌 全人类灭绝 你看 这些他讲述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讲述的是理论 而这份理论是不能碰的 所以 川普如果一心跟中国抗衡 不给黄种人和黑人留下任何生存的空间 甚至在未来解决台湾的战争中插手 其行为带来的最终结果 就是全人类一同毁灭 我认为 我承认这个思路是邪恶的 但当我们走到尽头时 这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美国人不可能既反人类又独善其身 插手中国事务 美国人有没有做好尽数 见上帝的准备 那川普要好好地评估一下 这是面对川普 打击中共 为人类重新能够恢复正常人的生命 生活中作为中国中共的本身的生命品质的表达 为黄种人和黑人留下任何生存的空间 极端的邪恶 这就不是人了 这就我通常我们说的不是人 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 今天表面上是人其实很难讲用 跟中共体制合在一起的 这就是他承认是邪恶的 但是这是我们的最终解决方案 他知道自己是最邪恶的 这是我们解决的方案 羡慕杜弟恨 他能想象出来 对不对 但能否做出来 实力他不具备 但是他敢表现出他的思路 他自己承认 这是个思路 这是个方法 这是个毁灭人类 用毁灭人类来对抗 今天的川普政府 扫清中共 为人类扫清中共的一份思路 我相信朋友能够从中 能够感悟出共产党的邪恶 他们是灭绝人类的 他们是灭绝人类的生命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